司马迁 司马迁是为太史令 也是因为它才会有史记这本书诞生 司长啊 您喜不喜欢读书 喜欢 那么爸爸带你去可以学到更多东西的地方好不好 好啊 想不到您十岁就能读懂古文 还和父亲一起到长安向董仲书学习 我好羡慕啊 您过奖了 后来到二十岁的时候 我就离开家里四处游历了 想知道司马迁先生究竟去了哪些地方吗 接下来将镜头交给年轻时的他吧 大家好 目前我正跟着陛下出巡 我们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 司马迁 快跟上 是的 陛下 各位 从我左边的地图就可以看出来了 接着会去哪里呢 真是期待 好了 让我们将镜头交还给棚内 哎呀 感谢棚外的解说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史记一书 是如何完成的吧 这要从父亲托付给我这件事情开始说起 儿子 爹有事要跟你说 爹 我这辈子有一个愿望 是 是 我想要写一部史书 一部能够揭续春秋的史书 啊 这个中泽大人 这个中泽大人就交给你了 爹 不要忘记我头父给你的事情啊 爹 你放心 我会的 在父亲死后三年 我也成为了太史令 因此 有机会看到许多珍贵的藏书 便开始着手搜集资料 准备动笔写史记 在司马迁四十八岁那年 迎来人生中最大的危机 这究竟是命运的交割 还是利益的冲突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天汉二年 李灵将军败在匈奴兵下被迫投降 当时整个朝廷上下骂声一片 哎呀 太丢脸了 这是判国罪吧 哎 是啊 是啊 陛下 李灵将军以五千兵力抗衡匈奴八万大军 实在已经尽力了 他向来中军奈国应该只是假装投降 一定会找机会报效朝廷的 您说的虽然没错 可是他居然对匈奴投降 气死我了 死刑 李灵全家都要判死刑 陛下 可是李将军他 你还想帮他说话 来人哪 把死马迁也除以死刑 我虽然不怕死 但我还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呢 陛下 我可以申请抵免死刑吗 哼 那两种方案给你选 你是想用巨额罚款来抵免 还是要选择接受公刑啊 可 可恶 我根本拿不住这么多钱啊 我 我 我选择公刑 恭喜 真是太悲惨了 太可恶了 不过 这都过去了 司马迁先生 请不要太难过了 谢谢 在这之后 我就全心全力地投入史记的撰写 直至完成 哦 阅读史记时 我还发现您把对政治的理想 也寄托在其中了 嗯 没错 我认为大家都必须守法 但是 我坚决反对酷刑 因为自己有过亲身体验 酷刑 统统都给我爆炸吧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呃 您 您 您真是非常辛苦呢 哈哈哈哈 我写作《史记》 除了继承父亲的遗愿外 也想弄清从古到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 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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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真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司马迁先生更是值得我们敬佩 呃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司马迁先生的历临 那么 各位观众 我们下次见